人生 生命殿世与你共同关心世界 决难生命 就像红色 生命殿世与你共同关心这世界 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 般若讲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茜成就四法 即能获得无身法忍 何等四 一 为慈悲仆父便一切众生 无众生想 二 解诸法空 不见所解 三 观见佛境 不以肉眼 助于慧眼 四 尚分别心 而不见心 不一以心 我的解释不见得绝对正确 但是我都尽量找好的方面拿来用 因为我们不是在研究文字 因为它是一种自癌症的药 自众生病苦的药 所以我们要了解是为了要用 不然你就达不到这个阶段 所以我想修大乘佛教 大家都希望 就像念阿弥陀佛 往生净土最基本的目的 再念一次 花开见佛物无身 对 你就是要正的无身法忍 那你才能够大悲心不退转的 而且具足各种神通能力 智慧变才的 又回到这个可怕的六道 回向娑婆 杜众神 所以每一个菩萨只要发菩提心 他就要赶快赠的这个空性 无身法忍的能力 那这样 所以我们要把后面这四点做好 你后面这四点做不好 你不可能正的无身法忍 当然佛讲了百千万亿的四法经 告诉我们如何正的空性 那你不能光靠这四点 但是你已经知道了 那你一定要去做 也就是说 各位如果问我说 怎么样的去读诵大乘经典 大乘的每一个字 都是你生命的戒律 你看了就应该要去做 你不做呢 就要发愿 我如果不做 我要堕落地狱一样 见我 见佛 闻法 我能够听闻这个法 我用生命都要去圆满它 不然你就会很容易退转 当然有人有时候会跟我说 师父我做不到 做不到你还要发愿 实际你一定要做 你不能让你自己这个做不到 完蛋了 就像我曾经讲过 有一个女妻是说她要出家 那我师父很赞叹她 结果后来她得癌症 变成骨癌死掉了 那时候是我去帮她助念的 我刚出家 然后我就问我师父她为什么会这样 我师父说她原本说要出家的 但是呢 因为出家要三点多起床了 她是有钱人做不到 所以呢就慢慢拖 拖到癌症死掉了 为什么 就为了一个 那我说还不简单 就八点睡 那不是三点就起床了 你还睡得着吗 但是因为就这样一个小小的问题 很可惜 而且我看到她死的过程很痛苦 那我那时候在外面 带着她的家人送地藏经 念得很认真 然后地藏经好像念不到三分之一 我们里面的法师就会说 海涛师啊 OK了断气了 我那时候地藏经正管用 还没念完呢 因为我们那时候是求她 赶快往生 因为她骨头已经 斑一下就会断掉 但是她又很痛苦 所以我师父说 送地藏经最快 让她消业障 但是基本上她有一个出离心 和往生净土应该没问题 所以因为对她来讲 很苦 好 所以这里面说 做一个摩合萨 这摩合的是大心 她今天做菩萨是要 普度所有众生的 那如何正入摩合萨 那至少你要登地菩萨 或是八地菩萨 才叫大菩萨 所以要发心做大菩萨 要成就四法 就能很快地得到佛的空性 对万法 平衡 平等地接受 所谓个人的空性 是我没贪嗔 是酸甜苦辣 爱恨别离 刚刚讲做皇帝 做蚂蚁 对你来讲都是平等的 而不是说你对我好我就快乐 你对我不好我就不快乐 那就不平等 所以对万法都平等地接受 空性如虚空一样 能够接受一切 忍辱如大地一样 能承受一切 所以各位要 要以无声法任为生命 修行的目标 这叫大圆满 大手印 中观 不管用什么名字 在经典里面叫无声法任 那如何很快得无声法任呢 第一 为 慈 悲 这两个要分开 慈 忍辱一切众生 悲 忍辱一切众生 而且你去承担众生的快乐跟痛苦 又不觉得你在做 无众声想 也就是说 今天晚上回去 突然有个老人躺在路边 没人养 你就把他带回家 告诉这个老人 我会养到你健康 安享天年 舍抱 你要这样 而且你不跟人家说 不会抱怨 因为你认为是 我挽到的 我找到福报了 我光发慈心就来了 所以 那你要有这种 对待一切 不是光一个老人 是所有的众生 六道众生 你都要 这个瀑布有一点像 母鸡抱小鸡 妈妈拥抱小孩 完全的 承担一切众生 而无众生想 所以各位你看完这一句 你就知道 那要真无声法人 多困难 光这个地球 刚刚讲了 每个人刚握一次手 要握七十一次 你早就死了 何况还有其他的狗啊 猫啊 各种有形无形 所以 但是你要 你要 肯定你会这样做 所以 从内心里面完全接受 从行为上开始去做 那明天开始 那 这个职员伤害你 那个人 偷你钱 你还是对他 持着更悲 因为你决定了 不然你没办法 所谓 正的空性 对他好 还不觉得 你要跟我说谢谢 无求回报的 无众生想 要这样去做 好不好 这个叫受戒 传菩萨戒 你要做菩萨 你去每一个点 你都要接受 第二 解诸法空 不见所解 各位要很 对众生 你要 普负的去 拥抱一切 对他好 奉献生命给他 然后呢 对 对所有的变化 快乐跟痛苦 所以前面一个叫 众生人 后面一个叫 法人 你要了解 一切的 所有的 生脑病死 快乐痛苦 这些法 都是无自信的 平等的 虽然它是个快乐 它是个痛苦 但是 它只是一个幻化的 不见所解 不然你就达不到 无神法人 所以如果一天 可以 可以像天气变化一样 一年四季 从早上到晚上 哇 都春夏秋冬都来了 那真的是个福报 所以我想 像我们跑来跑去 目的叫什么 磨念自己 接受各种 可能的变化 磨念的可能 一下冷 一下热 一下健康 一下生病 你都要能够很平静的 接受 而不执着这个健康 或是生病 第三 观见佛境 不以肉眼 助于慧原 当我们看佛像的时候 你要 你要以 智慧的眼睛 去了解 佛 它在表达什么 佛的本体是什么 比如说 念一下 慈悲即是观音 那你在念观音菩萨 看观音菩萨 不是看那个形象 念那个名字 而是我 念观音菩萨 是要我去慈悲 要以这个慧原 去念观音菩萨 要以这个慧原 去念地藏菩萨 念地藏王菩萨 是我要 孝顺众生 地狱不空 不是 是不成佛 要这样去念 地藏菩萨 去看地藏王菩萨 而 所以叫 不以肉眼 而助于慧原 第四 善分别心 而不见心 那 现场 这个人爱我 那个人恨我 这个人 对我好 那个人对 你都很清楚 善分别心 却 不见 不见是不执着 你对我好 对我不好 而不是说 我今天在追求 不依乙心 我在追求一个 这个人 看我在讲课 一直这样 师父你讲得很好 讲得很有男人 很棒 这样 就是 就是 你自己要满足别人这样 你懂得对他好 但是你不求他对你 不会想说 我想要得到什么成就 什么掌声 因为每个人都希望 为这个感受而死 军人说 我为国家死 我心甘情愿 这也是一种执着 你要为众生死 不是为你的国家死 今天一个女人说 我可以为我的儿子 为我的老公死 错 你要为所有众生 你要这样去 看待 所以 但是 每一种众生 你都知道 每一个 善分别 但是呢 你又不知道 你又看不见 也就是说 你不执着 说我在分别 或是我希望得到什么 所以各位 看大乘经典重不重要 因为我发觉很多同修 也很喜欢修密宗 我也觉得不错 但是 他却放弃了大乘经典 可惜啊 可惜啊 佛法没有 你所谓的 这种 所知葬说 认为密宗比险教好 那你就很可怜 认为险教比密宗好 那你更可怜 南传佛教 汉传佛教 藏传佛教 天主教 他们都有可以学习的地方 不分任何宗教 这有一次我去 我去印尼 去布施 他们刚好小朋友在上课 印尼都是伊斯兰教 结果一进去 我觉得很奇怪 他们中间有个木头很高 这边的人看不了这边 为什么 男生不能看女生 女生不能看男生 通通看老师 中间就隔一道 这样 因为年轻人在念经 你就不能看到对方 这个很严的 下伙伴们也要分一下 所以以后进来 带一个嗶嗶嗶 起心动力 嗶嗶嗶 打瞌睡 嗶得更大声 椅子马上 四只脚断掉 瓢 瓷器比落了 在跌倒 所以各位你要觉得 什么叫护法 护法不是保护我们赚钱 我们是希望所有护法 从头上的毛 钉到我脚下的灰尘 让我每一刻都保持正念 护法 不是保护我们 但是站在方便法 先讲保护我们 但是它保护的是 我们的空性悲心 所以当你为了众生 为了众生 从悬崖跳下去 的时候 护法就会把你撑起来 因为你已经舍弃你的肉体 他要来护你 就像我们传统的道教 玄天上帝 有一个女人 玄天上帝修苦行 修了四十几年 终于要出利益众生了 结果对面有一个女人 哭了要自杀 那时候玄天上帝说 你不要自杀 你不要自杀 生命很宝贵的 结果对面的女人 你叫我不要自杀 可以 你娶我做太太 我就不自杀 哇 这下大条了 我修了四十九年的 纯阳苦行 没有男女 你叫我 娶你 那我 我白修了 好吧 我没有办法度你 这样好了 我替你自杀 就跳下去了 结果一跳下去 那个要自杀的女人是谁 九天玄 来把她扶起来 你叫玄天大地 你成就了 你可以去降魔了 所以我想这是道教 玄天煞地 这成道的故事 那都是这样 你不能还觉得说 我 爱惜自己 所以 或是执着对方 第二 那所以各位 我这样讲 不清不楚的 但是我只是希望 大家互相勉励吧 但是各位你最好 你觉得这一段很好 你就把它手抄下来 做成一个小卡片 每天像名片一样 拿出来捏一遍 然后呢 这样去做 做到你都会 背了 那怎么 你都会背了 这样你才有 往无声法忍的 往空性这条道路 在走 第二 你一下 佛陀佛陀又说了 什么叫幻事 幻事 幻事就是菩萨的意思 事就代表大事 幻呢 那虽然他利益众生 却不执着 就安住在空性 叫幻事 那这个 一个菩萨 如何利益众生呢 叫人贤 这个人 就是仁慈 去利益众生 那第二 对所有众生 都要让他最快乐 所以 为以大慈心 救助众生 如果你不去做这个 慈悲喜舍 真实的事无量心 你怎么证空性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很多人 很想要追求空性 那话又讲回来 你想要赶快去 极乐世界 花开见佛 勿无声 你要 你要赶快 真的空性 那你不赶快 努力的在这个 现实人间 大慈大悲 你是不可能 上平往生 所以各位 现在一定要 用你的心 去观修慈悲 虽然我们能力有限 我口袋才十块钱 我怎么去救 一亿的 一亿金钱的 真是这么苦 但是至少 我虽然只有十块钱 但是我可以用 一个心来做这个事情 一个最圆满的心 所以当你插一朵花的时候 那你要观想 大慈心 这一朵花 供在每一尊佛 每一尊佛都在笑 这一朵花 供在每一个神 神就在快乐 然后呢 以这样子的佛 跟神所有的快乐 又汇集在这一朵花 这一朵花 你供养每一只蚂蚁 每一个人 每一个天道 那你要这样去观修 这个叫 以大慈心 去救所有众生 让他们离苦得乐 那你才能够真的空心 第二 为以大悲心 那你既然要帮助众生 你不能怕 我这辈子割肾给你 我割骨髓给你 我下回不敢了 太痛了 不行 因为你要在生死里面 割一次 割两次 割一万次 割一千次 我来就是要被割的 不然我没有办法修悲心 不然我没办法消除 我对这身体的执着 叫不厌轮回生死 不怕苦 去永远不退转的 去救众生 去大悲众生 第三 为以大喜 心要以法 什么叫法 打你 骂你 杀你 爱你 那你都能够 全然的接受 拿来当作修行的助缘 所以这个喜很难修的 喜简单的说 就是不嫉妒了 当你看到你的男朋友 切了别人的女朋友 以大喜 随喜随喜 不然怎么叫休息呢 但是你自然就 我给你死 嫉妒心一起来 哇 那个内心之难过 就有一位小姐给我说 师父 不行了 我在那边一颗炸弹 干嘛 要自杀 对 我受不了了 因为我的男人 去爱别人的女人 就这么简单 我说 我可以体悟 那个可能有一点苦 对不对 那是因为 苦就是因为 你有嫉妒心 你不能怪你的男人 对不对 你干嘛要这个嫉妒心 你可以拿这个来修行 来同情所有女人的苦 那你才可以自在 所以我想各位 欠你钱的人 却在享受 太好了 他快乐 愿他快乐 这种毫不为自己 只希望对方快乐 但是我们往往看到对方 比你好 你就会忌妒 所以各位你要透过 这个喜新的培养 修行 来消除你的分别 心要以法 法就是变化的 万法 都是变化无常的 本体是一样的 所以对所有变化无常的 你都拿来当作修行的祝愿 这样不很好吗 一样这样去接受一些 这个法显现的众生 你也圆满的去接受它 神等于鬼 佛等于鬼 六道众生都没有分别 去拥抱他 所以我永远会讲 以拜佛 供养佛 尊敬佛的方法 去尊敬所有众生 哪怕这个人 侮辱你 伤害你 不理你 像我这个人 我经常被侮辱 我已经 这是我的福报 因为我经常有时候去开会 有些出家师傅 很不喜欢我 那小子天天放火 放生 他不干点别的 有些还愿意跟我讲两句话 还不错 有些就看我像空气一样 如果坐在那边 他就跑到别座去做 不要跟他做同一座 但是我内心里面要觉得 谢谢他提醒我 我要 我要随起他功德 我要把这个事情做到哪一天 他都喜欢 我要偷偷跑到他梦中 你给他讲放生很好 我不能 他不理我 我不理他 那不行 我这个脸以后 会让人家讨厌到底 我跟你讲 所以各位 你千万不要被境界影响 你看到一个人 不喜欢你 你就不好的脸 以后你这个脸叫 不喜欢我 不行 菩萨要很有人缘 很有众生缘 很有法缘 你不能被他影响 所以那你要 因为对方帮你修 修这个喜心 让你不嫉妒 让你不厌弃对方 你还要感谢对方 所以念下来 所有因缘 都是修行的祝缘 都是最好的法 都是阿弥陀佛 这样而已 所以我们以对待 阿弥陀佛的快乐 来对待所有的身脑 病死 所有的侮辱 因为一切法 都是如此 叫心要以法 高兴皆受 这个叫喜 未以大舍断一切爱 有爱就有恨 有喜欢就有讨厌 所以各位女众菩萨 怀愿从今天开始 敬畏来尽 不再爱了 好不好 好 好头发自然会掉掉 善来比丘 你还长在上面 代表你还有 我还想要 我喜欢我喜欢的人事物 所以佛陀讲的话的时候 对方真心的 马上就外表就变了 所以各位要讲 你没有爱就没有苦 就没有分别 只有悲心没有爱 没有喜欢的 所以我常讲这句话 你不能爱一个人 但是你不能爱每一个众生 但是各位很难 那你现在怎么办 那你把你爱儿子的方法 去爱从神 可以 你把爱妈妈的方法 去爱所有生命 可以 从这个点去提升 可以 然后再把这个点消除掉 消除不是不离爱你妈妈 是一种执着的爱 把它消除掉 所以你要开始练习 练习 你把你最好的东西 都观想 愿我的最好的车子给 最贫穷的住 愿我最好的房子 都给所有贫穷的来住 你要这样观想 然后哪一天 你就会实际的 想要这么去做 因为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 哇 你要把最美的东西 都给他 对不对 那你爱所有的众生 那你活得多快乐 但是你不能有施爱 这个施爱会让你 这叫什么来 九千年轮回 还在追那个人 爱你爱死 爱到后世人还在爱 然后你就会一见钟情叠下去 又死了 那我有一次到日本 一个女人跟我讲一句话 我走一下 师父 我再等一个人 我说不会是我吧 我再跟他说 一定不会是我 你放心 因为我就是他等的那个人 所以我要否定他 绝对不会是我 但是我觉得说 你们都有神通 因为这种执着就会让你 就像一个百千万年的 有触变的东西 碰了它就会发电 但是各位你要决心断出这个 把喜欢的不喜欢 把不喜欢的拿来喜欢 你要开始练习 明明喜欢吃橘子 最讨厌吃榴莲 现在吃吧 榴莲好吃 橘子给你 就是这样 你要练习 但是女孩子不行 不行不行 我不跟他吃饭的 我讨厌他 男人为了做生意是可以的 所以我以前在 做工读生的时候 我在大学 因为我离家 我到饭店去做行李员 去洗浴缸 然后那个饭店是小饭店 那小饭店就有很多晚上 来陪睡觉的女人 那时候我心很软 哇 他们好可怜 我在楼下还要带他们去 哪一个房间呢 你看我在做这种行业 这是我的 这是我的因缘 但是我就会跟那个女孩子聊天 你为什么要做这个 她就会哭啊 因为我妈妈病啊 然后没钱 我已经开始爱上她了 哇 好可怜 好可怜 我还要送她去房间 然后呢 我还交代那个客人 小费给多一点 对方好可怜 所以这对我帮助很大 因为那时候我不管她长得怎么样 每一个人都有一部金刚经 都很苦的 家家都有一部经 哇 好苦 我还有一次碰到她外面一个男生骑摩托车载她来 那我就说 那等一下她会来载你 会啊 我男朋友会来载我 你男朋友载你来跟别人睡觉 没办法 哇 那是这样啊 那个出去我还跟那男人说 哇你好伟大 那个女孩子你也伟大 哇 所以对我来讲 我虽然那时候年纪轻轻 我那时候还没有男女经验 我就开始去 哇 这个世界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并不会讨厌他们 因为我觉得 我很喜欢了解她的动机是为什么 对我帮助很大 那后来等我年纪大一点 交女朋友我就 庆菜了 那就是 因为我已经不会分这些了 我只是觉得 她的心很重要 那我如何去照顾她的心 那比去照顾她的外表重要 因为我这样想一想 这也是过去是修来的习气 因为我们有义务去照顾对方 不管他是谁 男生女生 吸毒没吸毒这样 包括赌博的时候 赢钱会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输钱是应该的 为什么 因为我看对方赌输的时候 一副要跳楼的样子 我怎么可以赢他的钱 我赌输没关系 我不会跳楼 我外面喝个汽水我就走了 因为我们要磨练这样 所以我想这个意思是说 当你要去磨练你自己的时候 你要疼惜众生 但是你却要放弃自己 不忍心让他有一点点苦 你要以大慈大悲大喜大喜 去对待所有众生 包括对方对你的侮辱 你都要接受 不然的话你没办法成就这个空性 所以意思是说 你愿意做个菩萨 你不能舍弃任何众生 众生是给你成就空性最好的祝愿 你不能舍弃任何痛苦或快乐 快乐你也不能自作 痛苦你也不要排斥 不然你没办法真的空性 所以各位就要把这四行字 我经常念背下来 然后去找境界 而且你要跟佛菩萨护法说 请你创造这些境界来给我 所以各位你开始看电影没关系 像我以前有一段时间 我师父我还没有出家 他说你去看那些世界的大片子 这些对你有帮助 所以我就去看教父 我变成教父 我好狠 我要开始变成什么样 男性女性我都要变成 因为一部好电影 这么多人喜欢看 它里面一定要很多波动 很多震撼力 很多感情的快乐跟痛苦 但是你都要去融入在那个境界 融入感受的苦 又知道自己在看电影 又能够超越 因为你想要修菩提心 你不能太单纯 你不能太单纯 就像我们今天中午 各位在听 我们如意法师说 鬼屋 你记住拿伞回去 晚上他会找你的 鬼来了你都要接受他 但是这个世界本来到处都有 鬼到处都有魔 所以但是你不能找一个 这个世界哪里没有鬼魔的 没有不可能 这个娑婆世界 没有安定安全的地方 到处都是定时炸弹 但是唯有你的心超越这个 接受他 接受他 再来 最圣问菩萨 十柱除够断结经 你看这个名字最好 最殊胜的 请教 菩萨如何安住在十柱的修行 可以消除最够 断除结 总共有十节 所以你不断除这个结识 你不能得到解脱 这个名字 所以来 第一 大家念一下 佛告最圣 菩萨摩侯萨修行四法 意志坚固 进尘佛道 未成退转 一 慈敏众生如母爱子 二 情家精进而不懈怠 三 度诸众生如幻如幻 四 诸佛切障 无不就恋 所以最圣菩萨替我们问 菩萨修行四法 能够让你意志坚固 进一步成就佛道 未成退转 所以各位不能退转悲心 不能退转成佛之道 你要花挥你的 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 去追究圆满成佛之道 那如何做呢 第一个 慈敏众生如母爱子 像各位跟我一样 做过爸爸妈妈的人 那种对独生子女的疼爱 没有办法形容 对我来讲 我这辈子有这个经验非常好 因为我太太生下那个小孩以后 我变了一个人 一百八十度 我可以眼睛就看着她 看到天亮这样就好了 我就一直看着她 她怎么看都美 这样 所以就是希望她没有一点点的痛苦 那种爱她超过爱自己 所以妈妈真的是爱我们 超过她自己 那我们要这样的来 慈悲 怜悯 所有众生 众生就是众死 众生就是众苦 这一点各位千万不要去 去嫉妒别人 骂别人 她再怎么样的 现在快乐 她未来更苦 就像一个谈恋爱最快乐的人 他分开的时候会自杀 这是一定的 因为这个世间你只要有求就苦 这个世间一切都是如此 但是众生不知道 众生不知道这个世间 都是虚幻的假的苦的 他不断的在追求成功 所以各位要辞 敏就是一种悲心 黏敏 同理心 感受到他的苦 就像母亲去爱亲生的儿子 那各位听我这样说以后啊 你一定要经常去老人院 孤儿院 残障院 因为他很容易让你生起悲悯心 看到他想到自己 甚至你去被杀动物的屠宰场 你会痛得要死 他在被砍杀的过程 你连看都看不下去 太痛苦了 但是你要把它疼在你心里面 不然你没办法 可以不退转 因为你会很容易 我懒得跟他说 因为我不愿意了 所以你要把众生疼到你心里面来 你心里面没有一个位置是放你自己的 你心里所有都是疼 这叫诸佛入众生心 我们念佛 佛念众生 你要把它完全装到你心里面 慈敏众生 如母爱子 我这样形容各位不见得要接受 但是各位要用你的方法 去体悟这种心态 去实践这个行为 这样你才可以达到不退转 第二 勤加精进而不懈怠 那既然你知道你要追求这个法 慈悲也好 度众生也好 你永远不能退转 勤劳 再勤劳 叫加息 精 专心 永远不退转 永远不疲倦 就想要去帮助众生 因为帮助众生 你才可以振得空性 才可以跟他留一条缘 将来你成佛了 可以渡他 他不好 他对不起你 是要伤害你 你可以借这个机会来留一条缘分 但是你不要跟他翻面 你不要 他骂你一百句 你都不要顶他一句 因为我要留这条线 将来我可以 可以在他需要我的时候 我会出现 那各位你要做好决心 要做好决心 勤加精进永不懈怠 就像我们来 像各位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要表达的是什么 我爱众生 要众生离苦 要众生都成佛 要众生往生净土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你要加入这个心 念阿弥陀佛 你不要把阿弥陀佛当作一种 心灵麻醉 为我个人往生 这种修行的方法 不是不会往生净土 而是你会达不到菩萨的净土 你也只能到一个凡夫的净土 个人的净土 解脱的净土 所以我们要不间断地爱 不间断地悲悯众生 就像一个妈妈 时时刻刻关心她 吃饱了没有 我妈好烦了 打了十几通电话来 但是那你要对众生 要这样子的关怀 第三 度诸众生 如幻如画 我们这么样地精进地去 慈敏众生 如母爱之 却不知 却知道她只是 一个假象的存在 就像电影这么精彩 拼拼拼拼 两个钟头 眼睛都闭都闭不下 但是你知道她是虚幻 这么样的慈悲 这么样的精进 去帮助众生 度就是让她离苦 究竟的度 叫无极的波罗蜜 所以但是我们必须从 先救她的命 先给她饭吃 先给她钱来做 第四 诸佛 雀场 无不就念 这个雀就是说 就像锦囊妙计 每一个佛 所留下来的法障 密障 福障 我们都要就近地 去学 而且练就是代表熟练 所以各位要发个愿 我要把所有的佛经 都深入 所以没结婚 不要结婚 不要浪费时间 不用上班 不要再上班 够用就好 赶快拿时间 来一方面要去 接近众生 二方面要深入精障 把佛经 薄得油油油 这样的消化道 然后也要让别人 能够吃得到 所以所有佛 的这种福障 这是宝障 锦囊妙计 没有一个不就近的深入 熟练 太重要了 那这样我们才可以达到 不退转 好不好 太好了 多念几遍 这个就是 南无阿弥陀佛 这个就是南无本师 是释迦牟尼佛 我们概括性的念一个佛号 但是你要抓到所有的保障 第二 来 所以 修行这四种方法 变得入定 就像贤者 胜者 保持禅修一样 默然 所以我们做佛像 都是眼睛半开的 默然 贤胜默然 就入禅定的状态 这个禅定讲的是心态 内心里面保持在 如玉女宝一样的 极静柔软 内心里面这样 一 解知众生 无众生想 你要了解所有众生的 因缘果报 酸甜苦辣 却又不执着 有这个众生 对我好坏的存在 这佛教是分这两个 所以缘起的有 你没有一样东西 你不了解 所以 这里面有 五十盘东西 各不一样的人吵来的 内容都不一样 你五十盘都要研究的透彻 但是却了解 他们是无分别的 不执着的 所以解知众生 无众生想 就像你有三个朋友 这个对你好 这个不理你 这个恨你 但是你对三个 都对他们慈敏 如母爱子 了解他们 却又没有分别 五根手指头 都是我的手指头 我不会说断这一根 爱这一根 但是你又懂得 如何去用 这五根手指头 如何去帮助他 解知众生 却无众生想 只是说 我必须强调 现代的人 我一辈子找一个女人 找一个男人 生两个儿子 这就是我的世界 买了一部最好的车子 在幻想的第二部是什么 然后你就把你的世界 就变成这样子了 那你要去了解 整个世界众生 爱众生 你就不容易 所以佛陀有说 如果你真的要解知众生 最方便就是出家 因为你没有个人的包袱 没有个人的范围 你才有机会 就像我们出家人 每天跑 每天跟各位 能够合在一起 关心各位 来接受各位的 一切一切 了解各位 我想像我们讲佛法 像一个医生在诊断病 等下就要打针开刀了 这样 他不是在研究文字 必须要有那一种 那一种 那一种关心融入对方 要让对方完全无痛苦的状态 那这样的去 读诵念佛也好 诵经也好 持重 第二 关诸世间不可乐想 不要去 现在人当然很多人 就像我一样 师父你要去哪里出国玩 我说是利用这个出国 我们人也要度 那边的浑木也要度 那边的众生更要度 但是用一个明目 所以我们要去西班牙葡萄牙 要不要去 好啊 带你去浑木区好不好 我都先带他们去玩 隔几天就带去浑木区了 有一个司机他说 他开了二十年 没有人叫他开去浑木区的 然后他一开始很讨厌 那后来看我们这批人在浑木 鸡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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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勇鸡的老半天 不分宗教 这个司机说 你们是好人 我为你们抄时间 没关系 好人 后来他也学我们做阮工 后来他刚才 我带你们去浑木 你们没去过的 因为他 结果他带去的是 他的亲戚朋友 他还有私心 但他没讲 这个谁 我的姑姑 最爱我的 叫我们念大笠 所以 所以那当然 那至少他接受了 所以各位你要 关注世界 这个观不是眼睛看 是用你的心去彻底的了解 观是一种禅观 止观 智慧观 所有这个世界 没有一样是快乐的 是甜的 这个世界就纯大苦惧 就像火灾现场 没有一个地方不烫的 你要这样去看 不然你会去追求世间的快乐 爱情 金钱 外表 名利 所以不然你内心不能够 闲盛莫然 你就不平静 再来 战欲大乘 勇于恶道 时时刻刻要赞叹 光阳 成佛 的大乘佛教 才是佛陀的正法 千万不要去追求 个人的解脱道 恶道 包括人天福报 包括个人的解脱道 不然之后 佛教就消灭了 所以老实说 有人问我说 师父你有时候 一直护持色拉茄 我们还护持了 不丹尼泊西经的 很多佛学院 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至少他们就专心的 在研究大乘佛教 菩提心的教法 空性的教法 他能不能够发 菩提心另外一回事 但是这个教法保留下来了 太重要了 所以要去随起他们 赞叹他们 但是不要 就像各位今天下午听 我们如意法 虽然他是披着 南传的衣服 但是做的是大秤的事情 对不对 寺庙给他盖成三秤的 让出家人吃菜 想尽办法 但是 要他这样才行 会讲泰国话 样子像泰国人 要晒不黑 但是却有华人的 这种智慧勤劳 不厌烦 就办了很多善事 让我们有机会 随喜功德 所以虽然外表是这样 就像地藏王菩萨 外表我是 身文像 内密菩萨形 想的是整个社会的问题 众生的问题 所以我们讲佛法 各位还是要去赞叹 这些成佛的大秤的伟大 第四 于诸苦乐 无所容忌 所以千万不要脱离世间八法 不要追求快乐 不要痛苦 不要追求名利而怕被侮辱 所以没有那种光荣 有所求的期待 我期待快乐 我讨厌痛苦 不能有这个想法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不是个人 是所有众生都进入极乐境 来修空性大悲不退传 所以空性大悲不退传 才是快乐 行菩提心才是快乐 但是这个快乐是在心里 在外表上是苦的 第三 念一下 菩萨有四法 争以善根 云合为四 一 教训众生 住于信地 二 混湿于人 不忘其报 三 说法 无法想 四 菩萨名号 不可称记 那我们要成佛叫善根圆满 特别有三种善根 我经常背 以这个善根的动机 去点灯 去持戒 三善根 念下来 无贪心的菩提愿 无称慧的大悲心 无愚痴的般若智慧 那这个叫善根 往生净土 不得少善根 福德因缘 这个最高的善根 就是菩提心的善根 以这个菩提心的善根 去持戒 共花 善共全 这叫福德 因缘呢 那就是一种信愿 信愿形 那这样 你就必定往生 那所以菩萨 菩萨的善根 就像各位守 八观在一切 善根 真掌固 就是 我们在累积成果的善根 往生净土的善根 所以很欢喜 那菩萨有四法 可以争议所有善根 云和为四 一 教训众生 住于信地 地就是 不会再掉下去了 相信阿弥陀佛 相信因果 相信众生 皆有佛性 这个人很伤害你 很伤害你 你不要怀疑 他未来还会成佛的 杀人魔王都可以成佛 大妓女 年华圣女 都可以成佛 所以 那我们要告诉众生 你不要怀疑 当然呢 为了要让众生相信 有很多善巧方便的方法 方法 让他相信 有些事情不是你想的 因为你的内心 这些因果轮回 一直在制造你自己 慢慢的让对方 教化 训就是有一种 主动的 而且 这个讲话该硬要硬 该正要正 所以 要这样来教化 众生 特别一个生病的人 生病的人 他如果 能够 注意信地 对阿弥陀佛也好 对念佛也好 他往生的时候 很安详 我今天讲的 我们自行尼斯 1点19分往生 他往生的时候 是眼睛开的 嘴巴啊的 这样 那我们战境法师 四五个 帮他念 念到那个脸 如果你要看相片 你讲 居然还有酒窝 他活的时候 没有酒窝 他往生的时候 嘴巴合起来 变成一个酒窝 像太子爷 眼睛合起来 变得很好看 变得庄严像 我觉得这样很好 让我们来 祝念的人 回想 有信心 他一定很快乐 去极乐世界了 感恩他的视线 也感恩我们战境法师 这么多法师 在助念 他在往生前 心情不好 我看到那一幕 我都不太好意思 我们战境法师 抱着他哭 没关系 没关系 生命的三个礼拜 度他出家 然后从头到尾 一直带着他往生 今天现在到了 现在又把他的遗体 从南部开车 到我们苗栗洪华院 这位自行 他说他死了 不要他家里 处理任何疑事 既然我可以出家 我就属于出家人的 完全给寺庙 完全寺庙处理 所以 那这个也是过去是 他们结的缘 那是给我们一个示范 人在大的痛苦 你能够相信佛法 最后你必定往生 西方极乐世界 而且视线一个 这么美的脸 他们像没有跟我说 这个化妆吗 为什么嘴唇那么漂亮 就很庄严 然后微笑着 还有个酒窝 这样对旁边助念人 对他家人都会很欢喜 一个很好的信心 第二 会师宜人不忘其报 讲到这个 各位要发愿 哪一天就算你生病了 愿佛菩萨加持我 让我的病到死 四限一个 让别人对佛法的信心 你要发愿 你的肉体的变化 你的眼神的变化 乃是拖了一个善梦 乃是一个瑞相 让别人不退转 我们的死亡 生病也变成一种 对别人对佛法的助缘 第二 会师宜人不忘其报 那各位呢 尽量对别人好 这个会就是 对方有帮助的布施 而不是说 我为了要赚你的钱 所以我送你礼物 那不是 会就是 纯粹为了利益对方 而不希望对方来回报你 那这样你这个善根 才会保留 如果你对对方很好 然后要讨对方 给你一点好处 那你就在顺服报 所以佛陀说 我们替不会拜佛的人拜佛 那所有的功德 回向法界众生 那你这个拜佛的功德 生生世世都在 第三 说法无法想 药只是对治病的助缘 不要去执着这个药 不生病了就不需要这个药 所以我们对这个众生说这个法 对这个众生说这个法 法就是对治他的烦恼 然后你不能执着说 这个才对 又把这个法拿来这边用 为什么 因为他是用这个 他是用这个 这不一样 所以很多人问我说 海盗法师你推什么法 杂货店 这要是帮助众生的 都应该要学 这也是我师父告诉我的 人家问你哪一宗 成佛宗 但是我师父有交代 你到禅宗道场 你要变禅师 这样 你到密宗道场 你变 你到念佛者 你要变念佛 因为什么 我们去学他们的精华 随顺他的法 你才可以学到他的法 你千万不要很主观的 我要来改变你 那你这样就没办法 第四 菩萨名号不可称计 这什么意思 每一个菩萨 他的名字就代表一种 大圆满功德 大悲心 柔软心 长精进 不懈怠 没有办法称谈 太殊胜 所以各位 如果你能够念很多佛号 不一样的佛号 万佛千佛 你能够念不一样 百千万亿菩萨的名号 功德太大了 因为他们这个名号 就具足这个佛的功德 好 再来 念一下下一端 佛说虚摩提菩萨经 一 佛言菩萨有四世法 仍见之皆欢喜 何等为四 下面 一 称会不齐 是冤家如善之士 二 常有此心 相于一切 三 常行求所 无上要法 四 作佛形象 特别是女孩子 很喜欢 别人看到你 就很欢喜 看到你就心情好 有些人真的有这个像 看到他 觉得左边看 右边看 都觉得很好 有些人一看就 我一见你就讨厌 星光就变欢喜 不爽 真的有这种人 但是我 我对我自己而言 当然我也有这种感受 那个时候你心里有个法 我不能如此 要这样 要这样吗 我要对他慈悲 这个叫法入心 虽然我们在 感觉上是有分别的 这叫有分别心 但是内心里面 无分别 善分别众生 但是你内心要无分别 所以菩萨有四种法 你去修 人见之皆欢喜 第一个 称会不起 是冤家如善之士 爱生气的这一句 把它抄下来 这么半个 对 帮我